你看,又排上队了 哦,现在和面哈 咱这用的什么面还 用的就是低筋面 哦,低筋面哈 这帮酵母哈 这是什么 破打粉 这帮多少量 看多少面,高多少量 哦,这是经验哈 凭经验哈 好,凭感觉 哦,这倒水哈 这水呢,放水放多少 水也没水 一般的都是不是六两 或者倒六两半是吧 哦 我看其他的好像是六两半 差不多 看够软的哈 嗯 嗯 哦,烧饼面都软的哈 哦,随时看着软了就加点面哈 啊 一般是用温水哈 哦,夏天用凉水 哦,夏天用凉水,冬天用温水啊 哦,这就算好了 哦,蘸点水 哦,蘸点水 不沾不沾手啊 哦,蘸点水 要不沾手啊 哦,抬走了 嗯 这还需要行吧 行啊,行一会儿 行多少时间 几分钟就行 哦,几分钟就行 大姐现在做什么 做油酥 哦,油酥烧饼 嗯 嗯 哦,抹的油哈 嗯 这个用大锅干一干 哦 哦 哦,这是油酥哈 这油酥怎么调的 就是热的油 哦 把油热了 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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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直接加面 嗯 油酥是先把那个油里边放上料 用那个把油炸一下 哦 把油炸熟了 然后炸香 然后再放点 嗯 调出来的油酥 嗯 这样油酥本身里边既有味道 而且它那个香味也会更加 嗯 哦 直接放上了 直接放面上 嗯 油酥一定要多抹一点 抹厚一点 嗯 随便稍等的话比较酥 嗯 双酥也比较分明 嗯 哦 这现在放什么 放点五香粉 哦 五香粉 嗯 这油酥放的够多了哈 对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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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么厚哈 嗯 嗯 嗯 哦 一半面一半油酥 嗯 哎呦 这个用料足哈 对 嗯 五香 随着撒五香粉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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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哎 哦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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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手法够俗的 每个剂子要保证在大小相同 到时团的人也好团 那大约多少克 一般是100克左右 你看这大节 这是手端的用 手少打到110 110哈 我们设下线不设上线 刚才最低不能低于90克 但是基本都110左右 这一按就上了 这不用擀面杖 一个下劲一个团劲 配合的相得一张 大姐不困 每家这么多人开的 人家行吗 对 人家行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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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家在这等着买不着急不行 快也不行 上午10点 10点钟一般都是比较清闲的 你看这人太多了 排上队了 磨的就是青油 对 好吃面又亮又黄又脆 开始上锅了 开始烤了 烤了 大约多长时间 大约一克中 一克中 那个 那是锅 好了 看 黄黄的 挺好 你看 哎呦 两面金黄 两面金黄 哎呦 哎呦 这大姐太好了 哈哈哈 哎 表皮特别酥脆 里面特别软 它跟其他烧饼 还有一定的区别 特别香 好